火星任務 火星滿遠 太空探險本來就是一個危險的事情 所以在過去的20年左右 去火星的任務有一半都是失敗的 我這個排的方法有點怪 我是從下面開始 早期開始排 所以我們看到俄國失敗 俄國失去聯絡 Marina Ford剛才的水手4號 成功飛越火星 後來的水手6號、7號、9號 也都成功 俄國部分成功 第一個Viking 1 我這已經打錯了 一個是Viking 1 一個是Viking 2 就是海盜1號、2號 哇 空前成功 登陸成功 不是飛過去 是登陸取得了土壤 它沒有飛回來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去火星的任務 有回來的 還沒辦法 科技上只能說去機器人取樣 就地做實驗 看看研究什麼東西 所以人類現在好多的知識 來自於Viking 1跟2比較大 好 它做了土壤實驗 也拍了等等的 好啦 後面講是俄國、美國、俄國、美國 大家在排列組合 Mars Observer 1992年的9月 我是1992年到中大來服務 我剛到台灣 這個太空船就失去聯絡了 對… 太空船在飛的時候都不危險 當它要進入火星軌道 要發射火箭的時候 改變軌道的時候 然後有衝擊 對吧 等等 就失去聯絡了 好了 當時就問大家說怎麼回事 那時候還沒有網路啦 大家最喜歡的東西就是說 你看吧 火星人叫你不要來 你就要來 一定是被火星人抓走 對不對 好 再來Mars Global Survey 這個也很有名的 我們等一下也許會講到 繞行成功 取得高解析度的影像 後來失蹤 俄國發射後墜毀 Pathfinder 這最有名啦 我們等一下要講到它 1997年到達那邊 七月才抵達 九月就失去聯絡了 可是它是有Rover 它有 除了登陸以外 它有徐翼小車子 在表面探路 表面可以走到一個別的地方 去做這個東西 等一下我們要看很多這個東西 那個太空船叫Pathfinder 探路的 那它的那個登陸體叫Sojourner Sojourner就是暫時居住的這個人 它暫時在那邊研究 好了 日本墜毀 Mars Climate Orbiter 計算機錯誤導致軌道失誤 各位 再精確的這些什麼NASA的什麼東西 他們會因為英字公字搞錯 讓太空船發射失敗 不開玩笑 所以我們在教學生的 說說寫數字要注意一點 我們上課寫錯就是扣分 萬一你是出去管交通的話 車子就要撞了 要很小心 好了 繼續 Mars Lander 時期聯絡 A Odyssey 目前還在繞行火星 它繞了火星的時候 別的任務去的時候 就拿到它當中繼站 登陸小艇 不需要有強力的那個天線 它可以跟Obit 跟那個軌道船聯絡 軌道船在跟地球聯絡 好了 我也喜歡這個 Beagle 2 因為我印象很深 Beagle 2是唯一歐洲的 那Beagle 2本身是英國的 小獵犬2號 它成功要登陸上去以後呢 登陸到快階階階的時候 失去聯絡 一定又是被外星人抓走了 可是大家都知道 後來大家都猜 這個Beagle 2 它登陸說 火星上面很多這些石頭 只要一塊像這樣的石頭 Beagle 2不知道 它下來以後翻了 就起不來了 就失去聯絡了 我們等一下要看後來的太空船 有去看Beagle 2的屍體 好 我們來再看這幾個有名最近的 12年 中國讓俄國的太空船背 它有一個營貨號 它搭載在俄國的太空船 俄國太空船發射失敗 所以一同就沒了 後面都成功率就很高了 前一個好奇號 Mars Science Laboratory 11年飛過去 12年到 登陸成功 有了新的巨翼車 這兩個月 第一個是Mavin 是火星研究大氣的一個任務 也到了 2014年 去年的9月就到了 另外一個只差幾天 印度的Mars Orbiter Mission 它叫MAM 印度人很喜歡媽媽了 叫MAM 它就目前也成功的在繞行火星 所以現在在繞行火星的不少太空船 印度是全世界第四個 你如果不算歐盟的話 就是第三個 去成功去繞行火星任務的 亞洲第一個 所以印度很了不起 在新聞上我們沒注意 所以但是它已經很 它在一年之後 就是今年的9月 周年的時候 頒布了火星的全球的地圖 好 這個其中這個 Mars Reconnaissance Orbiter 火星探測號 它是十年以前的任務了 這個任務非常重要 因為電影中 或者是我們日常生活中 火星的任務都用它 它最大的特色是它有高解析的相機 所以它可以拍非常清楚 這是真正拍到的影像 清楚的不得了 那這邊兩個 我不點進去了 它其中就是這個MRO 它觀測了彗星 觀測了Vigo 2的Lander 我剛剛講Vigo 2失敗了嗎 它高解析下去看說 那邊看到屍體 外星人如果是把它抓走 沒有撿走 屍體還在那邊 好 好了 這是火星表面 這真正的照片 Viking 2 拍到的它當時登陸的地方 天文中很多這些名詞都用拉丁文 它的一個地名 然後後面跟著叫Planetia 就是平原的意思 這邊看起來是滿平的 好 它有Valley 有山 有谷 都是用這種類似 你剛用英文懂的話 大概拉丁文這幾個字是差不多的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火星的表面 火星有一個太陽系之最 最大的 就是它有太陽系最高的火山 它的Olympus Mons 山脈 高度達到27公里 地球上面最高的山是什麼 聖母峰 喜馬拉雅山的 對不對 8000公尺 當然你要看你從海平面算 還是從海底算 不過我們說從海平面算 8000公尺 8公里 火星的體積只有我們的 剛剛講八分之一 十分之一 它的高 最高的山達到27公里 不得了 大家一般相信是 它早年有火山活動 地球裡面是熱的 融融狀態 所以一旦有弱點噴發出來 我們就有火山爆發 因為融融狀態 陸地飄在這上面 陸塊以此前會飄移 大陸板塊的飄移 相撞 形成了地震 或者是造出來了新的山 我們的中央山脈 對不對 華東縱谷 喜馬拉雅 這都是造山運動 地球還是活著 因為我們中間是熱的 是流體 火星現在可能有一點點 可是有也是不是很多 可是早年有 可是因為它沒有很那個 它沒有 它沒有很多 所以它即使有岩漿就是噴發的這個現象 它沒有板塊運動 地球上面有板塊運動 噴一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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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噴板塊一邊走 形成的島嶼 就是島糊辣 所以像 像 像夏威夷島啊等等 很有名 它就是一個鏈狀 火星沒有 所以它噴噴噴就一直噴一直噴 在同一個地方一直噴 像做蛋糕在擠花一樣 就同一個地方一直擠 一直擠 加上火星的力行引力比較小 它拉下來的趨勢比較小 所以它就噴得很高 那我喜歡下面這張 他把後面那一個示意圖 他把後面的火星的奧林帕斯山 跟金星的馬克斯威爾山 叫做馬克斯威爾山 一樣的意思 這是金星的 然後呢 跟地球的聖母峰來比 哇 你看超大 奧林帕斯莫爾山 非常非常大 大規模 這些火山 這些剛才講的 早年的活動造成的峽谷 就是那些canale 應該叫canale 它就是有很大的峽谷 火星比我們小 可是它的峽谷 跟我們地形上比大的峽谷一樣大 整個像中國大陸這麼橫跨這麼大的距離 就是好大的這個峽谷的範圍 好了 火星我這邊越講越快 火星表面有很多流水 早年有大量的流水 大量就是不是只是露水 它有河流 後來怎麼了 當然大家很想知道了 好了 人類去的火星 左下角這一個是Passfinder 我們剛剛看到就是那個Sorchner 1997年的巡迷車 這巡迷車是真的照比 你看那個兩個工程師站在那邊 Passfinder的巡迷車 大概就像我們平常遙控車這麼小 遙控車能帶什麼 帶一個那個Webcam 了不起的 對不對 很想 到了下一代 七年以後再去 2004年Mask Exploration的巡迷車 就很像我們去大賣場推的那個車 可以裝比較多的儀器 可以做比較多的實驗 這些都是巡迷車 它下去以後要走的 那前兩年 三年前 那個好奇號 它太空船叫做Mars Science Laboratory MSL 它的巡迷車叫做Curiosity 好奇號 你看就像一個休旅車了 那當然可以帶很多的儀器 然後它的需要的動力也就不一樣 這個你看它自己帶了一個太陽能板 這個不能用太陽能板 為什麼還需要比較多的power 而且火星有沙塵爆 有沙塵風 所以沙子會把那個太陽能板給遮住 所以它自己要攜帶一些power 那個同位數的一個熱電機 我等一下再講 好 好奇號 好奇號平均速度 一小時可以走30公尺 不錯啦 慢慢慢慢也可以走 好奇號下去以後 看到它面前有一個crater 有一個隱石坑 他說我就是要去那兒 他就開始慢慢爬慢慢爬 現在還在爬 好 這是好奇號登錄的幾乎第一張 第二張照片 他拍到他自己的影子 哇 興奮得不得了 任務成功 這一張是過了一段時間了 可是我喜歡這一張 為什麼 除了有自己的影子一樣 還有呢 它要爬著那個 它要爬著隱石坑 好 這一張我特別 我今天想要不要把它拿掉 我決定不拿掉 這個就是MRO Mars Reconnaissance Orbiter 所拍到的當年的好奇號 好奇號用一種特殊的方式登錄 它 火星有大氣 但是它的大氣只有地球的1% 金星的大氣是地球的90倍 100倍 所以也很好記 金星比我們大氣壓得多 濃得多 100倍 大概 我們是火星的100倍 那因為有了大氣 但是又不夠厚 不夠濃 所以當太空船很快速要登錄的時候 要降落的時候 沒有辦法用空氣煞車 不夠 還是要先用 對吧 用了以後呢 用一個盾牌把自己給擋住 讓高熱磨擦 磨擦 磨擦 然後呢 盾牌丟掉 打開降落傘 對不對 或者是用發射反向火箭 總而言之在減速 再降落下去 誒 這種方法你就比較可以 你可以調啊 你可以調啊 這邊有個大石頭不要去好了 等等等等 你可以做一些判斷 成功的機會就大很多 這一張是它下去了以後 把盾牌拋掉等等等等 在軌道上面的太空船所拍到的情形 那個盾牌拋掉 很像飛碟 所以當時登錄成功的時候 我很喜歡這一張 說很諷刺吧 第一個飛碟不是 我們不是火星人來地球的 第一個飛碟是來自地球 而且降落在火星 就是那一個熱盾牌 好 好啦 這是好奇號 我要講很多 因為這是現在進行式 它拍的 我好喜歡這一張 我之前沒有看到 我為了準備這個燃料才找到 它是拼起來的 很多塊拼起來以後 高解析的selfie 自拍像 好奇海的selfie 然後它的軌道等等 好 不講了 趴去 就是火星的土壤 它可以取樣 做實驗 它因為大 它可以好多實驗器材 它還有雷射光 它可以去把一個東西給 噓 加熱以後 看它光圖是什麼樣子 我就可以判斷它的成分 好啦 這是它的巡弋相機第一張拍到的 Fullers的東西 好清楚啊 我們真的是沒有看到火星上有什麼 非天然的東西 這一張是上了顏色 這張是真正的照片喔 Curiosity 所拍的火星的地景 各位 漂亮的不得了 下一張是電影裡面的火星的地景 有沒有覺得有點像 對吧 整個氛圍很像 就是這部電影成功的地方 不過我看了以後 我說 哇 真是像 我說真的跟假的一樣 假的跟真的一樣 你也搞不清楚哪一個是哪一個 這些都經過影像處理的 我們平常拍到的都是黑白的東西 好 好啦 一樣它上面有 因為只有1%地球大氣的那個成分 所以它的風勢呢 有風 有沙塵在吹洋 但是規模不大 即使速度是一樣 量只有1% 所以它的風力是不足的 但是有啊 所以風吹沙 你看跟我們地球上面這種小沙丘 一樣的顏色啦 這是應該是一個禮拜說 兩個禮拜前 十月底 這個每一天都有更新的 就是curiosity在那個表面 它這一路在爬它那個隕石坑的路上的影像 網路上都有 我隔一段時間就去看一看 看有沒有你知道 奇怪的現象什麼的 好 這張就我講很快 我剛剛講金星的大氣是地球的90倍 火星呢 是我們的百分之一 千分之六 這個千分之六很關鍵 它只有六毫八 這什麼意思啊 它的大氣不夠壓力不夠到 讓液態在表面存在 所以火星上面如果你拿一杯水去撒在表面 這一杯水很快就蒸發掉 沒有大氣壓 不夠 不夠 那主要我們的成分地球最多的是氮氣 而金星跟火星呢 最多的都是二氧化碳 這就夠了 我就不用再細講了 好 成分不太一樣 量不太一樣 因為量不太一樣 它上面就會有很多 太空人如果在那邊 會有很多特殊的現象 溫差會很大 沒有空氣的地方 只能靠輻射來傳遞能量的話 或者是傳導 傳導很慢啊 所以的話 我們都知道在陰天的時候啊 日夜溫差就沒那麼大 就這個原因 因為它空氣 大氣保住了這個溫度 所以太空人的頭跟腳會有很明顯的溫差 好了 各位 風吹沙 這是真正的影像 不是靈異事件 這是火星表面真正有風吹沙的影像 所以火星表面是有沙塵的這個吹起來 我印象中就是小學的時候 不曉得為什麼小學特別多 小學的操場就會有這種 咻 轉轉轉 小孩子都以戲門說 龍捲風 龍捲風 當然不是龍捲風 但是就覺得就有這種東西 火星上面就有很小規模的這個天氣的現象 好 我還有一些時間 我要花十分鐘講這個 因為每隔一段時間 網路上就來這麼一次 每隔一段時間 網路上就來這麼一次 火星上面有一個人面石 在這裡 當年我在研究所的時候 他不是我的一個老師教授 他不是我的指導老師 可是我是他助教 他參與這個任務 那個任務是什麼任務呢 他們去拍 盡量取得火星表面高解析力的影像 以提供以後的登陸任務來參考 當年他就看到這個 他們那個小子就看到這個 笑一笑 因為在這種照片 你很容易看到東西 對不對 各位去台北看 喔 這觀音山還真像 你跑到蠶廚山去 喔 這實在 我告訴你 還很像很像 對吧 駱駝山 太多這種人類想像的東西 你絕對不會真正相信 那個蠶廚山跟蠶廚有關係嘛 可是這實在太像了 對吧 第二天的 隔天的幾天的報紙 Stone face 為什麼要上面會有一個像人的臉 如果像人 對不起我現在講的都是謠言 如果像人有幾種可能 第一個 火星人很巧長得跟我們很像 他以他的形象做了 對吧 做了這個模型 這個故事太荒謬了 生物學家說 怎麼可能 他跟我們都沒有關係 不可能長得跟我們一樣 對吧 第二種故事比較好聽 火星人其實不是長這個樣子 但是他知道你地球人長什麼樣子 你看那個通其犯有沒有 望解 就是說我告訴你 我知道你地球人長這個樣子 表示我認識你 你不認識我 你不要來 這故事好多 我說這好好玩 對 實在很扯 扯到網路上這種故事太多了 不但人面石 旁邊有金字塔 旁邊還有這個 我亂開玩笑 有飛機場 彈藥庫 7-11都有 它是一個城市 叫Cydonia城市 哇 都是應運這一個人面石生出來的 這個人面石非常的有名 可是我們在上課 我們就會慢慢跟學生 原諒這件事情 我把這張圖轉180度 它還比較像一個女孩子的胸部 可是我們為什麼會看到一個人的樣子呢 因為我們的人腦又來了 我們的視覺跟腦肌囊會把它翻譯成人 我們人第一個認識的就是人 不管是媽媽的臉 爸爸的臉 就是人的臉 這是心理學上的問題 不過anyway 網路的謠言 當然沒有因此而停止過 以至於原來NASA的任務沒有要去那邊的 它的巡弋車都要去一下 或者是軌道上面的高解析力相機 剛剛講的 就要去拍一下 這是當年Viking所拍到的人面石 這是後來拍到的 風化的作用 或者是陽光角度不同 人臉不成臉型 被整容了 那就沒有 這是一個 又是一個錯決 我說是因為怎麼回事 它這個人臉為什麼沒有臉呢 那這張投影片我本來要拿掉的 這個因為講到金字塔我就忍不住了 我花一點點時間講 金字塔是什麼意思 這是台灣的新聞 說台灣在七星山那邊也有金字塔 那因為網路有謠言說 埃及的金字塔人類蓋不出來 是外星文明蓋的 注意聽好了 我要不說八道了 台灣因為有金字塔 而金字塔是外星人蓋的 所以外星人來過台灣 我不騙你 這是新聞報的 那我就免不了一定要講這件事情 埃及的金字塔說是法老王的墳墓 當然網路上沸沸揚揚 他指到什麼愛獵戶作的某一顆星 表示外星人是這邊來的 幫我們蓋啊 什麼什麼什麼 我今天沒有要講這個 我只是簡單的告訴你說 說如果是外星人蓋的 他應該蓋得高級一點 因為他科技很高 他可以從別的地方來到我們這邊 他既然要露臉幫我們蓋房子 他就加一個電梯啊 或者是 你知道 蓋得比較像科幻片的樣子 沒有 其實告訴你說 我們的古人其實是可以蓋出金字塔 因為是法老王的墳墓 他當然不讓任何人進去 所以沒有門嘛 還有何謂金字塔 各位 現在11點以後的談話系節目 不是講政治 就是講這個 其中常常講到那個百慕達三角 百慕達三角是一個區域 所以那邊海峽或者是有磁場的異常 可能是磁石等等 造成以前常常有海難 有空難 我先不講那個裡面的科學根 因為我沒去過 但是它那是一個三角形 Delta Delta因為大寫的那個希臘字母是Delta 是三角形 可是Delta在地理上叫做三角洲 三角洲是河流出口的海口 所以那個地方叫百慕達三角洲 就已經天生就錯了 它不是海口 所以就錯了 好 我有沒有講這件事情 語言 何謂金字塔 是金字塔是這個形狀 我們去叫它金字塔 還是它非要有金字塔的功能 也就是當墳墓啊 儲存啊 彈藥庫啊 才是 台灣有金字塔是什麼意思 是有一個那樣子形狀的東西 所以叫台灣有金字塔形的土堆 各位我網路上找得好辛苦 左上角是垃圾山 左下角我上個周末才去 地震垮掉的廟宇 地震 一個大樓垮掉它最自然就是金字塔形 垮掉以後上面尖尖 旁邊垮垮 所以金字塔形不需要高科技的外星人 就可以做到 不過我在找這個的過程當中 我突然間領悟到要找垃圾山真難 我其實要找的是要找中立戰備到旁邊 年紀 有一點點年紀的人記得 以前是在這邊堆 堆堆堆堆 現在看不出來了 現在草長出來以後 我跟你講再過十年在那邊蓋房子了 就很嚴重 不過因為我找不到那個很可惜 所以我沒有找到真正我想要的垃圾山 好 這邊我來講一點就是視覺的錯覺 把東西看成人的樣子的這一個東西 事實上有一個另外一個名字 心理學上叫做Peridolia 這件事情你看各位你看到什麼 鼻子 嘴巴 眼睛 可是你再看沒有啊 這是一個人啊 這是樹啊 對不對 這就是我有審的啊 這就是兩個螺絲撕掉了 怎麼是很像的 哪有人長這個樣子 人 到處都是人 雨裡面也有人 而且還不開玩笑 現在這個都會上新人 以前不會 因為這沒什麼了不起 現在都會上 因為新聞太太多嘛 好 Peridolia 造成我們看到很多都像人 我在兩張投影片 這一部分就講完了 忍耐一下 所以除了笑臉 你看 兩個點 一個這個 這哪像臉嘛 可是因為我們的足疼 Smiley啊 根深蒂固 你認為那就是臉 這個像心 對不對 沒有人真正會認真說 這是臉嘛 很容易看到 來來來 網路上好多這個是最近的 把那個 他們登錄了火星以後的照片拿來看 火星上面有金字塔 火星上面還有做人 火星上面有做人 所以我先做一個結論 靜看處處有心 因為我們看太仔細了 看得很清楚 遠遠的看不清楚呢 都像個人 各位 我這張投影片 為什麼只有兩句話 我本來要放政治人物 我忍住沒有放 近看都有心 遠看都像個 還算不一樣 好啦 我們開始講電影了 最後十分鐘 我希望我時間還夠 電影發生在2035年 光是第一件 第一句話就有天文的根據 因為我剛剛講的最小功倍數 所以兩年一批 兩年一批 有的時候 最近的時候比較近 有的時候 即使在那一段時間 那兩年之內最近呢 也比較遠 當地球離火星最近的時候 火星也離太陽最近的時候 那就是火星大接近 因為火星很亮 太陽照過去 距離短一點就反射回來 我們又跟他很近 火星就會又 不會又大了 就很亮 月亮也有這樣的現象 好啦 那要大接近 電影裡面說這個 我娘他去了後沒有食物 他就開始去找 發現有一些備用的食物 還有呢 找到馬鈴薯打開來 那是為了感恩節的時候 要過節的時候吃的 電影中剛才有寫 他說我是這個星球上面 最偉大的植物學家 其實他是唯一的植物學家 他原來的專業就是這個東西 電影中演 他把那個拿來 用了組員的排泄物 已經乾燥化了 都封起來了 和上他自己的排泄物 對不起 我本來說不要講噁心啊 他把組員的排泄物 和上他自己新鮮的排泄物 才有細菌 才有氮 才可以讓土壤 火星的土壤有機會 可以耕種 他就耕種 種了那些馬鈴薯 讓他維持下去 對吧 好了 為了要搭這個感恩節的這一個事情 就他一定要 那個任務要感恩節的時候 到那邊啊 才會發生這件事情 天文一推 就非得是2035年 所以2035年是符合天文事實的 但是 各位 他現在的所有科技都是現在的 2035年不應該是那個科技 在電影裡面 他沒有 他的車子裡面都沒有GPS 或者是他的組員都沒有收到風暴要來的訊息 這應該都 因為上面都有太空船 都有軌道 軌道船 他應該收到 沒有耶 他NASA的人還要跑到這個餐廳裡面 去拿一個照片過來跟他討論說 這個救援任務是怎麼樣怎麼樣 非常戲劇化 但是就 非得一邊要對 另外一邊就很沒有樂趣了 這張圖其實可以講很久 不過我仔細的 我稍微大約講一下 我花好久的時間準備這個東西 他在電影裡面是假的 各位 這個電影真道 你相不相信 你回去一晃神說 人類好像已經登陸過火星了 你真的會相信 為什麼 因為他的書裡面就寫這樣子 日期都有了 2035年的7月7號 Hermes 就是那個母船 離開地球 執行Aries3號火星任務 離開地球 這是地球的軌道 這是火星的軌道 出去以後 他就開始跑跑跑跑 到了四個月以後 火星日0 Hermes抵達火星 六天以後遭遇沙塵暴 任務被迫終止 在書裡面 其實好像是13天 還是反過來 電影裡面是13天 所以才讓他有足夠的食物 因為純量要很多 好了 然後被迫終止 Watney留在火星Hermes回程地球 3、6年 第二年的5月以後 他就執行了一個Permes軌道 電影裡面是一個怪材 他說啊 他把他的筆電插在超級電腦裡面 然後就算 說啊 我有個辦法 可以讓地球 讓那個太空船去 就剛剛講的帥的這個軌道 就那個叫做Permes 你看跟真的一樣 還有人民的 好 Permes軌道以後呢 讓他不回地球 又往火星 然後再回來 整個任務增加了很長 增加了10億公里 但卻有機會救回隊友 剛才預告片大家看 要不要救 我們要不要為了救一個人 說不定會損失 損害到其他六個人 好了 36年的7月 Permes飛略地球 快速度 調整軌道 補給以後又飛向火星 549個火星天以後 Hermes到達火星了 用時速2萬公里飛略火星 對吧 就回來了 哇 這電影太有戲劇化了 這個 Wadney在火星上面 不但要想辦法製造氧氣 製造水才能耕種 耕種 耕種了以後呢 還要做 要車子 要想辦法 要有能源 所以把以前太空船的熱電機拿出來 那是有輻射性物質的 拿出來當它的動力 對不對 電影跟這樣一點 然後就開開開 開到以前的 廢棄的太空船的通訊 設備 哇 就跟NASA取得任務 然後又回到它的大本營 最後決定 哼 地球要來救我 我們就到ARIS 4號的登陸位置去好了 因為那邊有那個MAV 就是可以從地面發射的那個設備 所以它就到那邊去 一去 哇 飛不了 因為太空船母船Hermis 飛過火星是很快的速度 所以它要很快的速度去追 對吧 怎麼辦 所以它就開始 電影中這樣演 它就開始 丟東西 開始丟東西 把太空船的門也不要了 桌子也不要了 什麼也不要了 光租出了一個火箭發射出去 到最後丟到太空的時候 它的隊友用手把他接住了 非常的戲劇化 對吧 總而言之 過去以後2037年 Hermis就回到地球了 好 我講一些電影裡面的東西 我今天為什麼講這麼耐 好 第一個 表面的景觀 跟真實的情況相接近 這是真正的照片 就是挖了一塊以後發現火星的確很紅 可是下沉偏灰綠 它表面氧化了 它不是整個星球都是紅色的 還有 它的日落是藍色的 火星的日落 這真正拍到的 並不是紅色的 不太一樣的 第二個 火星的確有沙塵暴 但是我剛剛講 它的風力弱得多 不應該讓一開始 Hermis的那個組員碰到這麼大的沙塵暴 而放棄了它的任務 作者本身知道這件事情 他說沒有辦法 我的劇情需要撤退 我需要 我要想一個辦法撤退才有劇情 他知道 可是電影裡面沒有自我那個 它一開始有個很大很大的沙塵暴 讓任務取消 走了 可是最後呢 各位有看電影的話 它的被吹垮了以後呢 它就拿一個塑膠罩子 罩起來以後 拿那個duct tape 就是拿那個膠帶就貼起來了 所以風暴需要大的時候大 需要小的時候小 但是這個沒有什麼可以吹毛求疵 都去電影嘛 如果都是真實的話 還有什麼好看的 好了 各位電影裡面也看到它上面有人運動 跟國際太空站一樣 真的是有的 所以 但是大量的稀薄又沒有磁場 所以宇宙世界一定很強 尤其Watney 它挖出來的那個熱電機是有輻射性 是有輻射線的 所以它不可能看起來很健康 尤其吃了五百多天的只吃馬鈴薯 就其他的配料很少 它應該是很頹廢的樣子 對不對 它唯一電影裡面演頹廢就是它的褲子長長了 好 Hermes 這個字就是那個母船 它事實上也是希臘神話的一個神 它是專門貿易 流通人 來往天人界之間來往 所以每一個都有意思 你在電影裡面看 它叫這個名字 它叫Aries 它叫Hermes 這些東西都是有它的道理的 好 使用之前廢棄的Pathfinder 我們前面看它1997年那個 它的通訊設備是可行的 但是它坐的那個車子 Mars Ascent Vehicle 後來發射 它本身沒有通訊設備 這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對吧 尤其是2035年了 這個是在國際太空站上真正種植渦跡的 所以人類為了要太空旅行 早就在設計這種東西 怎麼樣在微重力或無重力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就地取材 人類出去旅行一定要就地取水 一定要就地種植食物 不可能都靠袋子了 所以我這邊不細講 這邊東西非常多 它怎麼樣製造了空氣 拿那個燃料的那個東西 有點像燃料棒的東西 拿出來 然後產生了氧氣 然後再去燃燒 氫就製造了水 非常精彩 我覺得那非常好看的一部分 然後剛剛講的把乾燥的水肥 乾燥的排泄物跟自己的水肥加造一起等等等等 但是就是說我在講這個時候台北 有人後來跟我講說 第一個馬鈴薯 其實我們平常吃的東西也都經過殺菌了 但是還是有可能可以發芽 但是也有農學院的學生跑來跟我說不可能 他說絕對長不出來等等 所以這個莫衷於是 但是事實上人類是已經在太空的環境裡面 在試圖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是比較相信是有可能 但是我沒有專業知識 還有已經有精確的火星的地圖了 所以沒有問題的 這個地圖上 好 我再講兩樣東西 第一個 電影裡面說他用太陽能板 沒有問題 但是太陽能板要實時勤佛式嘛 才會有功能 但是Hermes本身他用的是電漿火箭 我們傳統的火箭是傳統的力量 我們最主要是受力 所以牛馬人來拉 這個拉的力量哪裡來 其實是我們腳的摩擦力 我們摩擦力拉了以後 車子就動了 對吧 後來我們就不用受力 不用機械的力量 我們想辦法用化學 所以我們用汽油 用蒸汽機 熱來推動東西 熱引擎來推動東西 很好 我們利用化學的方式 取得能量讓我們前進 後來 所以飛機其實就是這樣子 我羅先生講 或者是噴射客機 我推空氣 空氣的反作用力推我 就把我推前進了 太空船呢 太空船不用推空氣的 沒有空氣 用丟東西的 我丟了 我今天如果穿一個冰鞋 沒有摩擦力 我丟一個籃球 我就後退了 我如果拿一個重的鉛球 一推 我就後退很快 這一個反作用力 是現在太空的來源 現在多半用化學 所以我們的化學火箭是這樣子 燃燒 然後反作用力 一個火箭的90% 都是燃料 這好像說我今天要開車去送一個包裹 這包裹只有這麼大 可是我的車子啊 裝了很多油 這個重量都在油上面 這一點都沒有效率 對吧 所以太空船一發射 哇 很大的力量 要脫離地球的外面 你砰就掉了一截 砰就堆掉一截 最後是一點點 它沒有什麼太多動力了 對吧 所以它即使去了月球 下去 可能就起不來了 我們現在之所以沒有到火星回來的任務 就是因為沒有動力 我們可以去 回不來 下一次以後的任務 一定是要回來 好了 那電槍火箭或離子火箭是怎麼回事呢 既然可以用反作用力 那我不能淹到丟籃球嘛 我最好是把東西給游離 我的手 桌子椅子 全部都是原子 有正電有負電 我要是有辦法把它分離開來 帶電的東西就不一樣了 因為帶電我可以用電場跟磁場 才把它加速 所以游離了以後 電子因為小嘛 它反作用力效果不好 這些離子啊 或原子核啊 我如果能夠用電或用磁 把它用快速的方式把它推出去 所以我就獲得速度了 離子火箭前途無量 因為它可以 潛力很大 離子火箭的動力很不夠 我就開個玩笑 這個大家在買車的時候說 我的車啊 從0到100 10秒鐘 車不錯 是吧 離子火箭要兩天 它才能夠慢慢慢慢加速 可是它在太空裡面 它一旦加上去沒有阻力 何況它可以 現在的離子火箭都是自己帶一些東西 帶一些燃料 可是燃料不用多 以後太空船可以打開一個帆 去往太空中的原子 往進來以後就地取材 游離 可是這個游離需要很多電力 所以Hermes沒有演 他的現在的科技的話 它需要一個像我們房間 這麼大的核能廠 才可以提供它動力 這很荒謬 對不對 不過我查了網路 聽說現在有民間的公司 可以讓到在40天之內 到達火星 現在的任務都七八個月 然後那邊可以一個多月就去 是吧 好了 另外一個跟動力有關的電影裡面 就是說它亂飛嘛 它飛飛飛 它不是從已經要彈射出去了嗎 怎麼辦 還差一點點距離才會被母船接到 它就拿一個東西把它的太空衣一戳 開始漏氣 這也是很符合物理原理 因為一戳一漏氣 就有火箭功能了 就有反作用力了 但是又有一點不太合理的是 打一個洞以後 不只是推進 會轉 所以它會轉得非常的快 因為你要反方向讓它不轉 很難的 所以呢 預計是它會用很快速的轉 然後轉到它隊友那邊去 那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不計這個想法 好了 另外這個不講了 好 我下面 對不起 我超過一點點時間 我可以再有十分鐘嗎 好 我把顧問答案的時間拿來 對不起 我下面展示一些 我猜可能你沒看過的東西 火星表面看日時 在海盜一號 就已經拍到那兩個小月亮的影子 太陽的影子照在上面 所以當時火星上面這個人站在這個影子裡面 就看到日時了 可是兩個小月亮很小 所以果然真正後來有拍到別的太空船 拍到日時 只有日環時 因為它很小 它沒辦法遮住整個太陽 所以火星上面有日時 但是只有環時 而且是近的那個月亮 Phobos Demos太遠 軌道不對 沒辦法遮到 另外我剛剛講 剛剛前到的那個 就是去年年底到達的那個Mavin這個計畫呢 它是研究火星大氣什麼什麼什麼的 發現火星有極光 我今天也沒時間細講 各位極光是什麼 極光要有磁場 太陽風來了以後 磁場加速 兩極磁場最強 砰砰砰砰打氣 打到大氣 大氣發光 才有極光 火星沒有磁場 糟糕 我們第一科都考題都不能出 因為你出了選擇題 火星看不到哪些 下列哪些現象 你其中一定覺得極光一定很安全 錯 火星有極光 因為極光 號稱極光 我們中文已經叫了極光以後就麻煩了 因為它沒有磁極 可是它可以有磁石 石頭 鐵 磁鐵 而且就算沒有磁極 本來它就是大氣 就是帶電的例子 打到大氣以後發光的現象 所以有極光不奇怪 啊 這是Mavin觀測到的極光 這是我前個禮拜聽演講 聽到的 還有什麼呢 各位在電影裡面 一個很盡忠職守的人 看著那個高解析力的影像 發現這次的影像跟上次不太一樣 才發現哇 你在 對不對 他在動 可是這真正的 因為那個MRO 就剛剛講那個高解析力的那個相機呢 一次跟下一次拍 發現不太一樣 這什麼 隕石坑 已經發現了500多顆隕石坑了 我要算 我說500多顆 這是它的那個落點 除一除 一年兩年算下來 平均一天可能會有一個 當然它打在火星的任何一個地方 可是運氣好的話 我會看到你 它沒有大氣 對吧 而且它在那個小行星在旁邊 碎紮多得很 所以說不定時間還蠻多的 火星的藍色日落 左邊是地球的 我們都很熟悉夕陽 右邊是藍色的 我不細講了 留給大家當作業 為什麼火星的日落是藍色的 真有意思 好 這是兩三年前的新聞 好奇號 預計有大發現 下個月才告訴你 NASA現在的習慣越來越不好 它希望賣官子 對呀 而且這個狼來了太多了以後 這是今年9月 也是一樣 第二天NASA預計有一個重大發現 後來發現液態水 我跟我媽說 火星上面找到液態水 她說 蛤 各位 現在如果在哪一個天體沒有發現水 才上得了新聞 你不相信我們去問任何絕大部分的民眾 液態水有什麼了不起啊 或水有什麼了不起啊 原來NASA他的任務就是Follow the water 他要找生命 他覺得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對NASA來講真的很興奮 一般老百姓搞不清楚 你不是早告訴我早年有大量流水 火星上面可能有水 月亮上面也有水 到底哪裡沒有水 狼來了多了以後不稀奇了 好 上個禮拜 明天凌晨3點 NASA要公布重點的關鍵 我突然發現我在撿這個電子報的時候 我忍不住把上面那個新聞 因為是同一天的新聞 後來凌晨3點台灣的時間 真正發表 就是剛才那個Mavin的任務 證明說他大氣為什麼不見了 為什麼他只有1%的大氣 因為他沒有磁場 所以太陽風就很容易吹佛 就很沒有保護啦 所以就比較容易 原來是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正常的記者會 就是發佈他的這個消息 不過每一次只要講到火星有什麼發現 大家就會一定說 有什麼很奇怪的發現 還是根據於人類對火星人的歷史 好了 我時間不講了 這是真正的火星地形圖 火星的北半球比較低 南半球比較高 這個不稀奇 地球的南半球比較低 所以海洋比較多 這上面標示了各式登陸的地點 那跟這個真正地圖相關的 是Watney Mark Watney的行程 他登陸的地點Aries-3 然後走到Pathfinder去找那個通訊器材 又回來開了車 哇 這一部書上講很多 電影沒有細舊 最後就到了Aries-4 預計登陸的地點 就後來就飛走了 這地點是什麼 Creator Shea Parade 就我們原來講的那個有名的意大利天文學家 造就火星人走入地球歷史的那個天文學家的名字 的那個隕石坑 這就是那個Creator Shea Parade的真正的那個MRO拍到的高解析力的影像 那個地方在這裡 還有非常真正的照片 那個地方 甚至於還告訴你說 電影中那個登陸地點在他的左下角 所以NASA搞這種狼來了 搞多了以後就會搞不清楚了 這部電影非常的成功 因為MRO本來就可以接受預約 反正他是在巡邏 所以他的導演要求 這是電影裡面 他去撿那個Pacefinder的通訊器材的 因為很成功 導演要求在2015年的5月 讓MRO拍了Sukia Parade 對不對 這是他原來登陸的那個地方 就是AOS3號的那個 有個人地名 Acidalia Planitia的地方的高級影像 所以電影跟實際都混在一起了 好 不講了 我時間差太多 好 最後 我的結論就是這部電影蠻好看的 我在裡面看 我覺得看到好多 說真的蠻像看紀錄片 因為現在就可能發生了 不用等到2035 但是有人我看網路上說 這到底是科幻片還是災難片 他就是一個人被陷在那邊 現實生活有可能的 那當然號稱導演還要再賺一次 就是他會再發布一個這個比較長的 就現在電影就已經很長了 但是還要再有一個更長的一個導演版 好 我最後一句話 今天的演講 就是我們拭目以待看接下來的東西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約會A期間 有沒有想問問問題 請留 我們天文所的慣例 是說不問問題是不解散的 所以一定要給我一些問題 來 特別剛剛有談到就是說 火星有90%的燃料嗎 都是什麼 那你覺得 我們要燈火箭有90%的燃料嗎 化學火箭 那我們阿波羅那時候登陸的月球 你覺得有那麼多的動力可以回來 可以 月球的引力小得多 又近 所以他可以用比較少的燃料就到那邊 那當然就有燃料可以回來嘛 所以當時的登陸小艇人也去了 還可以再讓他回到那個軌道上的太空船再回老 月球沒有問題 我剛剛的例子 月球從這邊到那邊 非常非常近 在我們剛剛那個比喻裡面 火星跟地球的最近的距離 相當於從夜市到火車站 遠的多的多的多 所以這個引力是可以 動力 動力是 對 動力是太空 我剛剛其實有一張同學們沒有講 就是 太空的技術不斷的在發展下去 大概最大的障礙就是動力問題 離太陽近的可以用太陽能板 太陽弱一點我們就用大一點的太陽能板 可是飛再遠一點沒有啦 你在大太陽能板沒有用 就動力很大的問題 那就用核子能 核子能不是我們平常講的那種核子彈 或者是核能廠的分裂或者是融合 它是有輻射的那個元素同位素 衰變了以後會放熱 用熱來推動 我剛剛講蒸氣機什麼汽油引擎都是熱 它就利用這個熱 這叫熱電機核衰變的核騰位素的熱電機 這是其中一種 可是大家就覺得聽到只要有核子 核子的引擎就會很擔心 不是擔心它會爆炸 而是不擔心核飛萬一掉下來怎麼辦 所以 往外飛我剛剛講它經過地球要加速的時候 如果它是核能的那個火箭那個太空船的話 就會有人抗議因為很擔心 最近最有名的是曙光號 曙光號去拜訪了兩個小行星 其中一個現在變矮行星了 那曙光號用的就是類似這樣子的 它用那個動力 可是這個動力因為要用到輻射性元素 它當時帶的是布 地球上的布已經很少了 所以當時要爭論為什麼我們可以讓一個太空船 用掉我們這麼多的布 就要爭論這件事情 所以我剛剛還有一張同學沒有講就是太空採礦 我們人類沒有資源地球沒有資源以後 我們要想辦法到別的地方去採礦 所以美國私人公司它已經在發展技術 把小行星抓住 然後繞著月球轉 所以月球就會多了一個月亮 月球多了一個月亮 然後將來要採礦就會很方便 你永遠可以爭論倫理上該不該這樣做 可是我們因為沒有這個能力 我們連爭論的機會都沒有 就這樣 我們糟蹋完地球 糟蹋別的地方 現在要去抓別的行星來採礦 謝謝你 好啦 終於有個問題可以下課了 來 再來 因為我們達到那個最低要求嗎 對 最低 天文所是一個人要一個問題 來 請 那個彎梨在上面種植的是在我心上是可行的嗎 種植嗎 他在上面種植是可行的嗎 我不是很懂植物學 不過我用一個觀眾來看我覺得是可行的 他說服我了 就起碼以科幻的角度 我不會說這太扯了 不會 我剛剛講他把自己的 他給了土壤細菌 讀植物學的人說土壤裡面一定要有氮 一定要有細菌啊 那第一代勉強發這個芽出來以後 他再腐敗的樹葉再下去以後 就會比較第二代的土壤 就有機會了 對吧 所以你問我 我認為有可能 不過你應該要問讀植物的 不過我先警告你一下 我跟他們談的結果是這樣的 我們在平常接觸的 即使他念植物的 他不是念太空植物的 我意思是說他沒有根心 就好像念一的人 他不見得知道我們在講太空人啊 或者是太空外星生命的時候 在太空環境裡面的生理學 那他沒有這個訓練 所以植物學也可能沒有 所以我們要做這個東西 要回答這個問題 一定要找太空站 太空站上面做什麼樣的實驗 他們也在微重力的情況之下 你想想看 今天我們可不可以 如果有一個任務可以sample return 就是我們今天去了以後 挖回地球來做實驗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實驗 我們看看可以回答 才真正能回答這個問題 火星的土壤有沒有可能 可以種出東西出來 在這之前一切都是理論吧 對 謝謝 很棒的問題 來 請 請問那個有一個太空中推進的技術 叫光帆 然後那個光帆它可以做星球之間的 光帆也是要想辦法利用有壓力 比如說有光 比如說太陽的光 輻射壓力來推動我 那個離太陽遠了也不行了 所以有在想 那但是我有一張科學朋友沒有講 就是說我們今天太空旅行 太空探險NASA ESA 或是日本的JAXA都一樣 今天它的任務就是背國旗 去插國旗 然後就到太陽系走一圈 人類已經發生了 走完一圈怎麼辦 再走一圈 對不對 我們在拍第二次任務 去木星 去土星 去月亮 別的月亮看一看 欸 冥王星沒去我去看一看好了就去 可是人類的下一站 這邊走透一透以後的下一站 非常非常的遠 所以我們太空里面還走得很 那您剛剛講的這個太空帆 或者即使是像電疆火箭 還有好多新的發展 都是現在在考慮的當中 甚至於我聽到不可離譜的 不可思議的 我剛剛不是說離太陽很遠 太空帆就沒有動力了嗎 它怎麼辦 地球發射雷射 我們要費很多很多資源 我們的強力雷射 大家雷射筆拿出來 然後都開玩笑 它對它強力的發射 光是有壓力的嘛 也可以幫助它前進 但是那些都很有限 就是說你也許離太陽近還可以 但是遠了也不行 我說的是星際旅行 那目前我想到的就是張開這個網 去就地取氫原子 取來以後利用我們現在的科技 去外推認為電疆火箭可以成功 除了火星上有趁著去倒過以外 還有沒有別的星際有分路在那個星體 有啊 我們去了土星的衛星啊 泰坦啊 然後我們也有太空船在木星 木星我們已經繞過去嘛 而且好幾次了 對吧 然後我們發射太空船去繞土星 來順便到它的月亮去繞一繞 還放了一個降落彩 噗下去 燈土挺下去 金星啊 金星人類也去過 只不過壓力太大 二國的 太空船一下就啪 就被壓扁了 他到表面上拍了一兩張照片 他的任務就是拍了一兩張照片 所以人類有去過別的地方 不過人類親自上去的天體 除了地球就只有月球 所以預計美國現在這樣宣布 他大概在二十年 三十年之後 他希望能夠有人要去 那這也可以爭論 我認為我們大學生啊 平常吃飯的時候 就可以辯論這種問題 我們有沒有資格去太空採換 我們需不需要送人去火星 因為所有人能做的 太空 那個機器人都可以做 所以可能有一些宣揚 國企總要自己擦嘛 你找個機器人去擦 就 所以這可以編論 這可以編論 所以這是很好的問題 但沒有 而且人類去危險的多 你即使月球這麼近的東西 人類已經有二十五個人次去過月球了 來 而且都回來了嘛 那最早也是用動物 那這年代連動物都不能隨便做實驗嘛 所以可能會越來越困難了 不過有很多倫理的問題是值得討論的 所以你這麼多的心情裡面啊 你覺得哪一個事情 最有可能有生物 哦 地球啊 目前大家堵住下最大的 大概是大衛星旁邊的行星 像歐羅巴啊這些東西 它下面是已經知道有大量的有海洋 然後那邊的潮汐力的作用 讓它不會那麼冷 有能源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不是說它上面有 可是如果今天去發現有 不意外 可是我們不要很快 很浪漫 認為說我們會看到海鮮啊 什麼 大概不是 比如說科學家認為 它在地球獨立的一個地方 即使是最簡單的細菌 單細胞的 或者是介於生物跟非生物之間的東西的 病毒 對不起 病毒沒有生物不行啊 就是只要是那種東西 人類就已經很興奮了 因為它獨立出現 這麼近的角落就這樣子的話 那別的地方非同小可 但這件事情還沒發生 就是很顯然生命可能沒有那麼獨一無二 可是可能也沒有這麼無所不在 因為太陽系走透透了 還沒有明顯地找到生物的跡象 現在都是找如果有環境的話 那我這邊必須要用這個做結論 我們去常常說我們去找外星人 我們看看那邊那個地方 適不適合有跟地球很像 看它有沒有文明或生命發展出來 其實是兩個層面 一個是那邊有沒有發展出生命 那邊有沒有進展出文明 第二個層面是找第二個地球 因為人類總是要移民的 一定要的 而且人類的發展史上一直一直像 我都發現新大陸 這些都是在向外走 那我們會不會走去月球 月球太小 很難開發 那火星不錯 火星大一點點 引力還可以 離太陽不是太遠 我們給它一點溫室效應 它的大氣有可能會出現 大氣一出現 液態水就可以存在 所以作為工程就是生命工程 或者是生物工程這種的話 火星是有機會的 最有可能的 但是目前火星本身沒有發現生命 大概就是地球的飛碟這樣去 剛才說電角火星 那噴米子跟噴氣體很差嗎 氣體是中性的 你沒辦法幫它噴啊 你一定要 我現在吹出來的是 我要耗機械力量 我一個東西我要用手去推 或用嘴巴去吹 都是機械力 所以氣體 一般的氣體 我們現在的飛機就是氣體啊 所以靠化學還是靠熱 把這個東西推出來嘛 那中性就一定要用這種硬的 就是硬用力把它推出來 離子就不一樣了 離子我可以用電場或磁場 讓它很快的加速 一帶東西有帶電就不一樣了 因為我電場磁場可以用的 這是中性東西跟帶電物質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它也叫電漿火箭 離子火箭 移子引擎 都一樣的意思 方式可以有很多不同 有的用電場 有的用磁場什麼什麼的 好 謝謝 很棒的問題 好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 好 我們再次會為掌聲 謝謝大家的評判掌 今天我們要報道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ا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